來我們再次熱烈的掌聲謝謝我們的潘儀長 謝謝 各位同心你們如果因為這輩子沒學校 你們要去便宋你們可以直接去便宋才回來 老闆 我們裡面有聽不懂的嗎 閩南話 有聽不懂的 那太好了 因為我也不太會講閩南話 如果叫我講北京話從頭講到尾我是很輕鬆 因為在台北做教育訓練 所以跟那些那個中國人都要講北京話 所以那個北京話講得還可以這樣 但是其實我們議長有講過 其實閩南話也不是我們的母語 如果要真正講我們的母語是希拉雅語 各位有聽過希拉雅語嗎 有真的嗎我們都沒聽過 那個議長說我們的希拉雅語 我們的母語已經失傳 因為那個閩南人他們過來之後 他們很認真的在把那些文字語言傳到台灣來 所以我們已經被漢話的很深 那我們今天這堂課 我們今天這堂課 我們今天這堂課的題目是什麼 因為我剛開始上課的時候 我剛開始上課的時候 那個我也覺得很奇怪 發了一堆講義 怎麼都沒用到這樣 所以就現在先盡量讓各位可以知道我講的內容在哪裡 然後呢我們從戰爭史怎麼去看台灣的地位 我先跟各位報告一下 各位有沒有上過我們台灣民政府的官網 沒有 好 那阿K幫我切到官網 給他們看一下台灣民政府的官網 要講清楚 你要跟朋友講的時候 不要叫他們上台灣民政府 上台灣民政府 你會看到很多冒牌的 要上台灣民政府官網 七個字 要打台灣民政府官網 這就是台灣民政府官網 然後呢 這裡面有很多的 你都可以點進去看 然後左下角那邊給他看 那個台灣戰爭史回顧 對 在這裡有沒有看到 專欄這裡 台灣戰爭史回顧你點進去 裡面有444篇 有444篇 我等一下會拿其中的一篇 來跟各位報告 就是我們那個 書籍班一定要研修的 那個法理的教材 那 戰爭史回顧裡面 就是很清楚的讓各位知道 為什麼要講戰爭史 那台灣跟戰爭史又有什麼關係 戰爭史是 裡面會牽涉到很多的法律層面 包括戰爭法 包括萬國公法 包括國際法 像這些法律 各位讀起來可能會很生硬 我也念得很生硬 我跟各位都一樣 可是沒有辦法 你出去外面你會遇到很多的 所謂的專家 那些專家就會開始跟你辯論 我告訴各位 我從國中開始打辯論 奧瑞剛國會室的辯論 我辯論算蠻厲害的 因為我母親是那個廣播電台的節目主持人 所以我常常在開玩笑 我講很標準的北京話給我女兒聽的時候 我女兒說 爸爸你講那個北京話 我雞皮疙瘩掉滿地 我真的很想打人 聽我講北京話會想要打人 我真的那時候 在學校練北京話 練到太咬文嚼字 太自認槍圓 然後讓那個同學聽到說 你不要再用那種 很奇怪的北京話跟我們講 再講我就打你 講北京話講到人家討厭 那也蠻自豪的 可以讓他講北京話講到讓人家討厭 這是從小的訓練 那很奇怪 我覺得常常會很好奇說 奇怪我為什麼 在念國小一年級之前 我都沒有講過這種話 我真的我在花蓮的鄉下長大的 我爺爺他會講日本話 會講閩南話 我奶奶講日本話講閩南話 我爸爸他們都講閩南話 我當然也跟他們用閩南話溝通啊 然後我們在我們那邊又住著很多的阿美族 所以呢我聽到的 從小聽到的就是 閩南話 日本話 跟阿美族的族語 所以 我根本不知道有北京話這回事 然後一到學校 突然告訴我們 不准講閩南話 不准講阿美族的族語 也不准講日本話 只能講北京話 你一個完全陌生的語言 然後你要馬上學會 那很簡單 你不學會你就要被打 請願下在座的年輕人 你們如果 現在有沒有說 回復到學母語 教你們閩南話 如果不會講閩南話 要被打 沒有啦 但是我們那時候講北京話 不會講北京話要被打 還有被罰錢 對啊 十塊啊 那時候十塊很大 很奇怪 你從小 你去想想看 一個小朋友 念國小一年級 到了一個陌生的環境 然後你跟老師 你會覺得老師應該都會講你的語言 所以跟老師講閩南話 結果老師講閩南話 老師就拿棍子在旁邊 講閩南話就打你 告訴你不准講閩南話 你會很困惑 很困擾 因為一下子 你會的語言通通用不上 一點點日語 一點點阿美族的族語 一點點的北京話 你通通用不上 你只能講北京話 你會很困惑 我那時候就開始很困惑 我真的就非常的 不太了解 到底是什麼狀況 那小朋友齁 不太了解是什麼狀況 到底怎麼樣 如果我們是小朋友 會縮起來 會縮起來 我那時候就縮起來 很害怕 很害怕去學校 然後呢 在我們那鄉下 國小老師 教地理教自然 他講的話 你又完全聽不懂 因為他是講北京 他是講大陸的 不是 中國的那個地方語言 你看課本 你根本不知道他講到哪一頁 他是講哪一省的方言 你都聽不懂 哪一省的方言 他這樣可以來當老師 然後他可以來教我們 然後還可以對我們的那個同學 這樣毛手毛腳的 然後都沒事 這樣子的為人師表 那時候我就覺得 真的是越來越困惑 到底是什麼樣的教育體制 難道 像我這一輩的齁 你們年輕人可能齁 這個我們出社會有你們開始上小學齁 我今年快五 我現在快50歲了 然後呢 在我那個時候 念小學 我們會困惑 可是到你們念小學 你們已經不會困惑了 你們已經習以為常講北京話 因為電視上看到的 報紙上看到的 都是漢字 都是北京話 你已經很習慣了 然後你完全不會困惑 到了我們的下一代 他們會對閩南話更生疏 他們會對他們曾經有過的語言更生疏 這就是教育齁 一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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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我們 到我女兒他們這一代 他們已經完全不了解了 所以當他們開始 我跟他們講 台灣的戰爭史 他們回到學校 去跟同學講 其實齁 我爸爸說齁 沒有台灣光復節 那同學會怎麼回答 同學都是跟他比這樣 同學們跟他比這樣 他講事實 然後大家都以為他在講謊話 所以你要慢慢開始了解 我們的戰爭史 你一定要花時間 裡面444篇 你開始讓自己的專業 越來越強的時候 你才能去跟人家分享 你才言之有物 你才有辦法 去跟人家談這一塊 各位現在 或多或少 都有聽到你的朋友 或是說上網路 都有聽到人家 在跟你講這些 台灣民政府 講這些點點滴滴 但是 都這邊聽一點 那邊聽一點 只有 你自己齁 從頭到尾 把戰爭史 喂 從頭到尾 你把戰爭史看完 你才有辦法 去跟人家分享 你才會融會貫通 你才會在裡面 提一點提一點的時候 那整篇齁 你都有一個概念 那我先用這裡齁 來跟各位歸納齁 戰爭史齁 要從1830年之前 跟1830年之後 1820年 1820年 1830年 大概距今齁 大概多少年前 現在是2014 多少年前 180年前 180年前的地球 的每一個國家 那些人都沒見過啦 大家齁 誰戰誰贏 今天英國如果去打敗了 那個奧匆帝國 他打敗了他 那個奧匆帝國 就變成他的 今天陳吉思汗 去征服全世界 那些都是陳吉思汗的土地 今天 中國 他去佔領周遭的一些國家 越南 印度 緬甸 什麼就開始有什麼 漢滿門回藏苗窯 這各位小說都念過 就會有這些國家 就會被兼併 所以在1830年之前 沒有戰爭法的約束 誰打敗了 誰就滅國 那個叫戰爭法 1830年之後 有戰爭法了之後 開始有一個很正 很那個 全世界都通認的一個守則 佔領 不得移轉主權 好 各位一定要記住 佔領 不得移轉主權 幾個字 八個字 這八個字一定要記住 因為那時候世界才有秩序 世界才有世界的法律 所以那個時候 拿破崙開始打敗很多的國家的時候 他佔領 他不能移轉他的主權 開始戰爭法就開始匯編 戰爭法 到底哪些是戰爭法 到底哪些戰爭法 等一下投影會打給各位看 讓各位知道 戰爭法不是一個 單純的一個母法 他是有很多的一些案例 很多的一些守則 然後去匯編成為戰爭法 有了戰爭法 兩軍交戰 才有一個規範 戰爭法是在1907年 海牙的第四公約 日內瓦的和平公約 國際紅十字會 總章程有關戰爭部分的公約 1940年 美國陸軍總署有關戰爭的判例 美國最高法院有關戰爭的判例 也就是說 1830年之後有戰爭法 也是陸陸續續的 這五六十年六七十年 慢慢的建立起完整的戰爭法 佔領不得一專主權 這是第一條 所以你會看到 那個時候很多國家開始互相交戰 你有沒有看到伊拉克把科威特打敗了 記不記得 我印象會很深刻 為什麼 因為那時候我在馬祖北竿當兵 我剩兩個禮拜退伍 然後突然伊拉克打科威特 突然聽說 中國的飛彈要打來台灣海峽 然後我們的師長就集合我們 各位如果當中華民國的軍人都知道 尤其在外島 剩兩個禮拜退伍通常是怎樣 放退伍架了 都已經放退伍架了 在那當下根本不用當兵了 結果我剩兩個禮拜 然後我運氣真的非常好 遇到伊拉克打科威特 遇到飛彈在那邊飛來飛去 所以師長說 所有要退伍的人 兩個禮拜不准放退伍架 留贏 然後要背著駕駭實彈 然後呢如果 中國的軍隊打過來北竿 我們有4000個軍官兵 我們要死守北竿 我們不會有任何補給 我想說 死啊我剩兩個禮拜要退伍 我剩兩個禮拜要退伍 我竟然要死守在那裡 所以我對伊拉克打科威特 印象非常深刻 那時候走到死 怕就從此回不到台灣 那時候就真的背著真槍實彈 然後去街上看那個 MTV 那時候在馬祖北竿MTV很盛行 就這樣度過了我當兵的最後兩個禮拜 各位到底要不要當兵啊 蛤你們有當兵嗎 到底要不要當兵 我們現在在講 你會發覺中華民國開始 美國開始跟他訂817公報 開始訂那個台灣關係法 像這些 奇怪咧 他為什麼要訂這麼多法律 我想請問一下各位 我們在學 我一直在做教育訓練 我常常跟我的學生在講 請問一下 把事情做對比較重要 還是做對的事情比較重要 請問一下各位 做對的事情比較重要 還是把事情做對比較重要 你們都知道做對的事情 為什麼做對的事情比較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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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給我一個理由啊 為什麼把事情做對 但是他不一定是對的嘛 如果一開始錯的 你要把事情做對 做到後來最後還是錯的嘛 他一剛開始就沒有遵守國際法 佔領不得一轉主權 沒有遵守戰爭法 佔領不得一轉主權 他後面怎麼盡力去彌補 要把事情做對 到底對還錯 還是錯的嘛 所以我們現在才會在每次的錄影的時候 因為現在不是在跟各位講而已 每次看到各位都很高興 因為我們離我們的執政越來越近 我們4000的公務員快要達成了 我們今年年底以前會執政 這是秘書長告訴我們的 全世界都十幾萬人在線上同時觀看 我們都會這樣一直不斷的呼籲 請美國依照戰爭法 實施對台灣的完全軍事佔領 他有派人來佔領台灣啊 那如果按照戰爭法 他派中華民國來佔領台灣 佔領可不可以一轉主權 不可以嘛 如果這樣美國現在很大 美國佔領 美國打敗西班牙 那時候佔領了4個國家 菲律賓 古巴 波多里克 關島 那這4個國家不都變他的 後來美國有沒有沙漠戰爭 沙漠戰爭7日風暴 沙漠風暴7日戰爭 有沒有 7天打敗伊拉克 那伊拉克是不是他的 那俄羅斯最近出兵到克里米亞 他把克里米亞佔領 克里米亞就是他的 如果是這樣的話 中國早就打過來了 打贏就是他的 所以我們被打敗了 我們不一定是他的 好我們被打敗了 這裡就要請問一下各位 二次世界大戰 我們台灣到底有沒有參戰 我們有打仗對不對 那我們是被 我常常問朋友 他們都這樣 我們是被美軍轟炸 還是被日軍轟炸 我跟你講我在外面問 十個有八個說被日軍轟炸 我很奇怪耶 我說請問一下 我說那時候 我跟一個律師在聊 我說請問一下那個 陳先生 你是當律師對不對 我們回想一下好了 二次世界大戰的時候 台灣屬於誰的 他說台灣中國的 我說 有些人就這樣撈拗你知道嗎 我說二次世界大戰 台灣是中國的 真的嗎 我們要不要去看一下歷史 對啊 那時候台灣本來就是中國的 台灣是被日本竊戰 我說喔 你有講到被日本竊戰 如果說不管是 暫居 竊戰 擁有還是怎麼樣 那二次世界大戰 台灣是誰的 我們都知道日本了 他還是跟我講中國的 嘿嘿 很奇怪喔 他就是要逆拗 一個律師 台灣本來就是中國的 所以我們台灣才有光復節 他怎麼樣都被逆拗 我說那 你知道當初 當初 滿清 歌讓台灣 歌讓台灣給日本 他歌讓什麼樣的台灣 等一下給各位看 他歌讓什麼樣的台灣給日本 我想請問一下 等一下各位看到 我們就開始歸納 我們跟律師變很好玩 因為真理越變越明了 變到後來 他都沒有辦法回答 但是他還是不願意接受就對了 這是什麼地方 這是台灣嗎 那地圖怎麼跟我看的不一樣 這是一條蚯蚓吧 這蚯蚓嘛 這是滿清歌讓給日本的台灣 這個時候是1895年的台灣 也就是說 滿清那時候 可以統治的台灣 只有這樣子 台灣的六個屯肯區 也就是說 現在你看到的其他的台灣 地圖上沒有看到台灣 那時候是不是滿清的 不是啊 那1895年 定立馬關下關條約 請問是在1830年之後 還是1830年之前 之後 所以那個時候 已經開始了實施戰爭法 佔領不得一專主權 這裡跟各位講一個八卦 各位現在知道全世界 最有名的 最有錢的人是誰 比爾蓋茲對不對 現在是 又回到他手上 前幾年是墨西哥的那個 地產 那個油田的大亨 然後現在又回到比爾蓋茲手上 比爾蓋茲不是最有錢的 真正有錢的 他去編一本書 富比斯雜事 說世界上有錢的人 他把他讓給比爾蓋茲 真正有錢的人 他不會去寫 各位如果有機會去看 貨幣戰爭這本書 一定要常常閱讀 不管戰爭時 你們來到民政府 你們為了要當政務官 最後開始要學習 我規定我自己 每年至少要看100本書 那我的老師 他每年看200本以上的書 你知道現在出版社速度多快嗎 每年有多少書出版 各位知道嗎 台灣 3萬本 你怎麼看都看不完 所以你盡量多看 閱讀對你來講只有好處沒有壞處 你會融會貫通 我女兒的作文寫得這麼好 就是平常養成閱讀的習慣 所以我們家休假的時候 全家一起 有的時候我講故事給他們聽 有時候他們講故事給我聽 大家互相閱讀 增長見聞 貨幣戰爭這本書裡面寫到 當初 拿破崙跟英國在打仗的時候 他們在滑鐵爐對不對 滑鐵爐在打仗的時候 那時候資訊不發達 到底打贏打輸沒有人知道 可能 打完了 結束了 戰爭結束了 24小時之後 才會傳到 該傳的地方 所以那個時候 就有個家族 就有個家族 他很清楚知道 拿破崙輸了 那時候法國有法國的黃金公債 黃金債券 英國有英國的黃金債券 如果 你知道法國打輸了 他的黃金會大跌 他的黃金債券 那你會怎麼樣 會不會把它賣出去 會不會 賣光嘛對不對 你會趕快去買英國 對不對 這就是我們賣好家的原因 我們不會有錢 你知道那個家族 他一知道 他比人家提前24小時 因為他有各地的情報員 他知道法國打輸了 他開始大量的賣 英國的黃金債券 大量的賣喔 各位知道什麼用意嗎 他一家在賣 然後他的消息又這麼靈通 大家都覺得說 拿破仁贏了 拿破仁大贏 所以他趕快把英國的黃金債券賣掉 他們跟著全部賣 本來一百塊賣到剩一腳 賣了大概十個小時 全市場都拋光了 他開始 那個家族開始把 英國的黃金債券 通通買回來 用最便宜的價格 通通接回來 結果呢 最後公佈法國打輸了 法國黃金債券大跌 他擁有了所有的 英國的黃金公債 他比英國的政府 英國的政府還多錢 就是透過這樣子 很多的 那書裡面寫了很多的一些事實 我告訴各位 我從以前學歷史我就知道 在歷史書裡面 你看到歷史教科書 看到歷史的 那是我的歷史老師告訴我的 你看到的歷史教科書 你看到的那些 什麼 司馬遷編的那些史記 你看到那些 他告訴你說 這裡面 所有的人民都是真的 但是事情都是假的 那你要看到那些 三國 那個像三國 有三國制跟三國演義 三國演義是野史 對不對 你看到三國演義 所有的人民都是假的 但是事情都是真的 小說寫的都是 人民是假的 但是事情都是真的 你看到的教科書寫的都是 人民都是真的 但是事情都是假的 所以你看護笔戰爭 你就很清楚知道 為什麼全世界最有錢的人 佔有全世界前的一半 他卻那麼低調 他握有所有的權利 所以現在我們對中華民國一樣 我們只要贏里子就好了 我們不用贏面子 面子讓他去贏 馬英九一天到晚想要贏面子 讓他去贏 我們只要贏里子 我們把台灣要回來就好 我們從頭到尾我們的目的 就是希望我們的國際地位正常化 好 1830年這是一個分水嶺 1830年之前 如果 如果 日本打贏了 佔領了台灣 台灣就是他的 根本不用定什麼下關條約 1830年之後 他要定下關條約 他開始定定條約 他條約裡面明定 台灣澎湖 永久割讓給 大日本帝國 對不對 條約就這樣而已嗎 沒有 他裡面規定 他把 遼南半島 不是 遼東半島 台灣 澎湖 完全永久割讓給日本 也就是說 當初馬關條約 他是割讓三個地方給日本 哪裡 台灣 澎湖 遼東半島對不對 為什麼他不到10天 就重新定一個遼南條約 把遼東半島還給日本 還給中國 為什麼 很多國家干涉 對不對 很多國家干涉他就要聽嗎 那很多國家干涉美國 美國一定要聽嗎 美國他老大 俄羅斯他老大 很多國家干涉他一定要聽嗎 最後可能一定要聽 慢慢的一定要走向 國際法戰爭法萬國公法 但是那個時候 在1895年 那個時候還不是很完整的時候 這些剛剛講的戰爭法 還沒有完整的時候 他要聽嗎 他為什麼要聽三國的干涉 為什麼要聽他們干涉 就把遼東半島還給那個 中國 因為 我們要講很清楚 因為中國 遼東半島是 中國神聖 不可分割的領土 所以 不可以牛人的 已經是中國的土地了 他是 中國神聖 不可分割的領土 怎麼可以割讓 所以割讓也是無效的 所以他去佔領 中國的那個土地 他不能一串主權 他割讓也不能割讓出去 因為他是 中國神聖 不可分割的領土 那為什麼可以割讓台灣跟澎湖 中國為什麼可以割讓台灣跟澎湖 殖民地沒有錯 所以在那個時候 你要很清楚 在1895年 台灣 澎湖 是滿清的殖民地 殖民地 跟神聖 不可分割的領土 差別差在哪裡 各位到底差別差在哪裡 這個是殖民地 差別對 要很清楚 差在哪裡 我們從條約就好了 義大利 他對索馬利亞簽訂的條約 義大利放棄對索馬利亞的 right跟title all right跟all title 他放棄了他的權利 跟他的那個名氣請求 那請問一下他為什麼只放棄 all right跟all title 因為索馬利亞是義大利的殖民地 所以他只要放棄 right跟title就好了 日本天皇放棄台灣 那個時候他放棄台灣 1945年簽訂救濟山和平條約 1952年4月28號 他簽訂救濟山和平條約 他放棄了台灣的什麼 要不要放棄write 要不要放棄title 要 要不要放棄title 他還多放棄一個clam 所有的主張 為什麼他要放棄 write title跟clam 為什麼 因為 台灣是日本神聖不可分割的領土 這裡比較生硬 各位一定要在今天早上把一些概念搞清楚 接下來 每一個老師跟各位分析的那些細節 各位才會聽得懂 所以你那時候你會看到 義大利 他對索馬利亞放棄了write跟title而已 但是日本天皇 他放棄了對台灣的write title跟clam 那為什麼 為什麼現在日本天皇 一樣擁有台灣的所有權 為什麼美國總統握有台灣的佔領權 各位記不記得我們每天 我們每次上課之前都有唸台灣 台灣民政委主長一直立長 有嗎 第一個講什麼 第一個講什麼 回到那個台灣民政委的主張跟立長 依據國際法理 哪個國際法理 台灣戰爭法 台灣關係法 是不是 國際法理是依據萬國公法 依據國際法 依據戰爭法 台灣關係法 那個 台灣關係法 817公報 那都是美國的國內條約 那個都不是國際法理 因為他已經錯了 美國已經錯了 他就想要把事情做對 他錯了錯在哪裡 各位知道嗎 他錯在當初中華民國 把所有的台灣人 什麼恢復中華民國國際 你那時候就錯了 他那時候明明知道他錯了 所以戰爭法裡面有提到 蔣經國那時候寫信給他老爸說 聽說我們做這件事情 英國 法國 各國都很抓狂 他們好像又把我們 讓我們繼續逃難 他讓中華民國要繼續流亡 老爸怎麼辦 他寫信給蔣介石 講到這個 讓我抒發一下情緒 我們以前從小都一直背 歷史的救星民族的偉人 他是鬧種 各位知道嗎 那時候打敗仗 我告訴各位 那時候 講到這就很生氣 那時候在四川重慶 他已經節節敗 敗退到重慶的時候 敗退到成都的時候 他不敢來台灣 蔣介石不敢來台灣 為什麼 因為那時候台灣已經有人在管 美國那時候根據麥克阿瑟第一號命令 他派誰在管 陳怡在管台灣的行政權 孫立仁管台灣的軍權 他怕說他流亡見戶 他一個流亡政府的總統 來到這邊有人在管 人家把他趕走怎麼辦 他是流亡政府 他在逃難 所以他先逃難到 真的很賊 他逃難到澎湖 馬公 他帶他所有的機要 還有宋美玲 全部逃到馬公 各位看戰爭史裡面都有寫 他逃到馬公 他在馬公那時候 他就開始運作 派宋美玲去美國 找羅斯福 派駐美代表 然後派人來台灣 派駐美代表來台灣 找孫立仁 找陳怡 我可以來台灣嗎 我可不可以來台灣 他怕說去用管 反正不知道是 那個駐美代表 那時候的駐美代表顧先生 他來台灣起的效用 還是宋美玲去美國起的效用 應該啦 這個機密 各位以後都會知道 應該是宋美玲去美國起的效用 因為宋美玲去美國沒有住在雙向元 各位知道雙向元嗎 這個中華民國的住美國的那個大使館 對啊 宋美玲去美國沒有住雙向元 各位知道他住哪裡嗎 他住在白宮 很厲害 羅斯福姐說 阿 你就這麼犧牲了 好啦 他就開始跟孫立仁講 跟那個 犧牲什麼 各位知道 自古以來都這樣子 所以那個蔣介石真的太厲害了 他寧可 寧可用這樣子 他都無所不用其極要來台灣 要來台灣當殺人魔 對啦 他就用他 利用他老婆 利用這些他身邊的人 所以孫立仁就傻傻的飛到澎湖 孫立仁飛到澎湖 然後跟蔣介石說 我們永遠效忠領袖 所以我現在不太喜歡 因為我們有辦什麼訓練營 我都很討厭用領袖營三個字 他永遠效忠領袖 他把蔣介石營來台灣 然後他的下場 孫立仁的下場各位知道嗎 從此不見天日 就軟禁到死 就軟禁到死 這是孫立仁 他把手機勾到垃圾 蔣介石來台灣以後呢 復刑逝世 我們現在他們 他們真的中國的用語 真的很厲害 他們為什麼轉禁什麼的 怕輸走贏 他們都跟他們說得出來 所以他們會用很多的文字 咬文嚼字 我們現在不跟你咬文嚼字了 我不要跟你談什麼情感台灣 政治台灣 我跟你談法理的台灣 法理台灣從1830年之後 中華民國再怎麼佔領台灣 他不能移轉台灣的主權 台灣的主權在1945年的4月1號 所以中華民國會騙你 4月1號是愚人節 4月1號是不是愚人節 不是啦 4月1號是我們秘書長 跟秘書長夫人的結婚紀念日 4月1號呢 是那個 那個什麼 琉球 劉球 Gene 參政權 擁有日本帝國軍隊的參戰權 所以那時候我們很多高砂族的義勇軍 正式成為日本的軍隊 到南洋到哪裡去作戰 非常驍勇善戰 所以各位現在可以到 我們每年都會到禁國神社 去年我有去 去年我有去美國 我有去日本 我們每年都會到日本的禁國神社 祭拜我們39,100個台灣的英靈 在日本的禁國神社 請問一下禁國神社 他是供奉日本的什麼 陣亡將士對不對 他供奉日本的陣亡將士嘛 如果我們台灣的 台灣的這些高砂族 台灣的這些平埔族的 去跟日本人一起去參戰 他們陣亡了 他們如果不是日本人 他們可以供奉在日本禁國神社嗎 不可能嘛 所以你會了解 我們台灣人 我們台灣人替中華民國當兵 我們如果戰死了 我們可不可以供奉在中列詞 不可以 他上面只會幫我們貼三個字 幫我們貼幾個 貼兩個字而已 可能是白痴啊 傭啊 為什麼 因為你認賊作婦嘛 替賊去打 替你的 你從小那個 我們叫做斯德哥爾摩效應 斯德哥爾摩症候群 也就是說 這怎麼由來的呢 就是有一個女生他被綁架了 他被綁架了 結果呢 從小被綁架到大 綁架了十幾年 後來同情那個人還嫁給他 同情他綁架的 明明那個人犯罪 一樣嘛 我們那時候同情中華民國 然後糊裡糊塗去當他們的兵 我們得了斯德哥爾摩症候群 然後糊裡糊塗任賊當父親 他把我們 騙我們 他是我們的爸爸 那個日本天皇是我們的敵人 我們要打敗日本天皇 日本是我們的敵人 我們那時候跟他打仗 他一直騙我們 我們打贏了 我們打敗日本 讓我們這一群人 開始忘記我們自己是日本人 開始忘記那時候我們是在打中國人 講到中國人自己都很矛盾 各位講到這些歷史 各位就慢慢會去了解 中國人其實自己那時候 在二次世界大戰的時候 他沒有對誰 他到底是對那個同盟國宣戰 還是對軸心國宣戰 各位知道嗎 不知道對不對 中國 蔣介石對毛澤東 中國那時候有四個 中國合法政權 一個叫滿洲國的政權 一個叫汪精衛政權 一個叫毛澤東政權 一個叫蔣介石的政權 蔣介石那時候是行政院長 所以叫林森的政權 那時候有四個政權 你很好笑 他們在那個時候 蔣介石跟毛澤東 他們對日本宣戰 汪精衛跟滿洲國對美國宣戰 那他們中國自己到底要對誰宣戰 兩個政府對日本選贈 兩個政府對美國選贈 你到底是誰不怕誰 他們應該先超好嘛 他們自己先打嘛 打看誰贏嘛 這就是中國 而且那時候根本不是蔣介石 你現在看到的那些歷史 博果那些歷史 很多都是騙你的 那時候是誰宣戰 林森 林森才有資格去宣戰 因為他是主席 蔣介石是行政院長 他沒有資格對日本宣戰 所以你看他宣戰 宣戰書 各位回去歷史 那個台灣戰爭史裡面都有 都有 那些宣戰書 那時候中華民國是林森主席 對日本宣戰 這都是歷史 所以美國現在說怎麼拗 他想要拗 在這裡 林森 有沒有看到 他說國民政府對日本宣戰的布告 他是主席林森宣戰的 根本抓頭都沒有蔣介石的名字 什麼他都要往自己臉上貼 所以那時候真的很討厭 那時候小時候唱的那什麼歌 你是民族的救星 歷史的偉人 什麼總統講功 聽到他還要立正 大家演講 我們在演講 我們總統講功 我們就要立正 然後繼續掃視 因為我參加很多演講比賽 我真的那個時候 我真的在說話 老師怎麼搞的 我們感謝偉大的總統講 這以前演講的 我一定要標準動作 標準動作 那個殺人魔 所以到後來我們看到這些歷史 看到這個殺人魔這樣 無止盡的對台灣這樣屠殺 在台灣的精英 他說台灣我們不是沒有精英 我們不是沒有人懂戰勝法 所以我們一群台灣的精英 到日本 去請求日本 日本的天皇 他雖然他是 suspend的 他的權力被suspend 但是請日本政府協助我們 但是日本的憲法已經改了 所以現在才要恢復 日本帝國的憲法 但是日本改成日本憲法 他沒有辦法對我們 有什麼任何的協助 那時候台灣也沒有人 台灣有的人也沒辦法 因為那個時候 中華民國是受到 麥克阿瑟的第一號命令 他是合法的來佔領台灣 他前面來都合法 後面開始不合法 後面不合法 大家開始抗議的時候 他就開始用戰爭法 他對的 他就不用戰爭法 他不對 他就從美國後面 那個美國說 叫我可以做的 對 我就戰爭法出來 你們去日本抗議 你們違反戰爭法 你們是戰犯 所以 被處決 那時候我們 我們在這裡 很多的我們的 前輩 他們的父親 有的時候代表 像在嘉義當醫院的院長 代表去談判 一去就不回來 一去就沒有回來 因為他說你違反戰爭法 然後 把台灣人全部規劃 中華民國國籍 又跳到美國後面 美國沒有說不行 美國看到你這樣做 開始就要拗了 他開始違反戰爭法 違反國際法 它就開始拗了 我每次都跟請問一下各位 這裡就要讓各位去了解 咧 咧店位在寫啊 咧 幫關靜音就是吧 這真的是讓各位提醒一下關靜音 因為 我們很多講師都在講 都有提醒 他我們店家說口說到一半 店位寫我會覺得 已經要下苦是怎麼樣 就會不記得自己繼續要說什麼 那會打斷 那就像骨梗在喉 好像就去 好 我現在回到這裡開始跟各位講 中華台北 我請問一下各位 為什麼我們的奧運代表隊 到世界各國去比賽 不能叫台灣隊 為什麼我們的奧運代表隊 他不能帶著中華民國的國旗去比賽 那又為什麼我們的奧運代表隊 到外面都只能叫中華台北隊 然後帶著五環旗 然後放什麼國旗歌 為什麼 我們現在知道嘛 外面的人都不知道 那就是國際奧運整頓的 為什麼中華台北 為什麼到國外 只能叫中華台北 為什麼不能叫中華台灣 為什麼不能叫我們在台灣學的 中華民國 我們現在學了很多的那個信念 叫做桌面對不對 叫中華民國在台灣 這是我們學的 台灣等於中華民國 是嗎 人家法國都說 英國中華民國在台北啊 台北 中華民國的管轄區域只有台北啊 好 我們這次就可以回來 這個時候你會常遇到人家跟你講啊 他會給你撅拗嘛 就問他 有些時候 不用直接跟他對搶 我就問他說 你知不知道 二次世界大戰 歐洲 那個亞洲是日本在侵略嗎 歐洲是誰在侵略 歐洲是德國在侵略對不對 德國有沒有打敗波蘭 德國有沒有打敗法國 德國有沒有打敗很多國家 德國有沒有跟英國作戰 可是他沒有一下併吞英國對不對 所以因為隔著英吉利海峽嘛 比較難打 所以那個時候呢 波蘭被打敗了 波蘭就要有一個流亡政府 他流亡到比較安全的地方 所以他流亡到英國倫敦 法國也打敗了 他也要找到一個比較安全的地方 所以法國流亡政府也到倫敦 所以在倫敦 倫敦市 英國的倫敦市 同時有三個政府 一個叫做波蘭流亡政府在倫敦 一個叫做法國流亡政府在倫敦 一個叫做英國政府在倫敦 好我現在請問一下各位 我們同理可政嘛 我們不要跟他講中華台北了 我們直接問他 現在波蘭流亡政府 他要選波蘭的那個 假設像那個 印度他們的那個 讓德蘭薩拉裡面 讓那個西藏在那裡 流亡嘛 好一樣他們的道理 現在他要選擇 那個流亡的臨時政府的總理 波蘭 他要選擇流亡臨時政府的總理好了 那請問一下波蘭流亡政府 他可不可以叫英國倫敦的市民去投票 不可以啊 他跟他什麼 關他什麼事他幹嘛去投票 他只能叫流亡在波蘭的 波蘭人去投票對不對 那法國流亡政府 他現在在倫敦 他也要選擇法國新的總理 他可不可以叫波蘭人 叫英國人一起去幫他投票 不行啊 他只能叫流亡在法國的人 那請問一下各位 這些流亡政府 他怎麼樣才能夠合法 他可不可以在英國倫敦就地合法 英國人會先翻了嘛 我英國政府有什麼表 你們法國政府跟 我的英國政府 為什麼要讓我的倫敦首都 為什麼要讓你法國政府 跟波蘭政府在這裡建立合法的政權 讓你就地合法 那請問一下法國流亡政府 跟波蘭流亡政府 他們怎麼樣才能夠合法 回到他們國家嘛 就是他們 把德國人趕走 回到他們的國家 讓波蘭流亡政府 回到波蘭就合法了嘛 法國流亡政府 回到法國就合法了嘛 那中華民國流亡政府 他到哪裡才會合法 中國嘛 那他為什麼現在回不去中國 因為已經有一個合法的政府在那裡了嘛 已經有一個聯合國承認的 中華人民共和國在那裡了嘛 然後中華民國 很不幸的 又在南京那裡 建立了一個很大的石頭嘛 石碑嘛 中華民國1911到1949 表示中華民國怎麼樣 怎麼樣 死人嘛 死人才是1911到1949嘛 你如果換了你幹嘛 1911到1949 不會嘛 你就1911 現在還活著 dash到2014... 還活著嘛 所以他1911到1949 建都南京 已經沒有了嘛 所以中華民國流亡政府 他會不會再合法 不可能啊 所以現在中華人民共和國 要收留他 好啦 同樣都是他們的炎黃子孫 我們不是喔 不要一天幫自己貼標籤 我是炎黃子孫 我們不是喔 我們是大日本帝國的臣民喔 所以呢 他們的炎黃子孫 他們決定收留他們 所以他們在福建平潭 在金門 在馬祖 都已經蓋好了 在金門有個很大很大的大樓 我們很多的朋友都有去那邊 去看過 他們叫做他們本來說那是金門的一個大旅館 拜託一下各位 我們現在把手機灌精英好不好 呵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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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拍謝啦 這樣子齁 我們比較好講課比較繼續 那個 呃 呃 我剛剛講在哪裡 呵呵 蛤 喔對啊 金門那邊有蓋一個很大的 他們說金門大飯店 其實是金門行政長官公署 非常大 那金門人覺得很奇怪 怎麼要蓋一個這麼大樓 這麼多的 那麼大的文子館 其實不是啦 中華民國都準備好了 有些人不願意去福建平潭嘛 他們可能有錢啊 今天中國人把他們的錢都穿走 所以他們準備要去金門繼續苟延殘船 所以在金門有行政長官公署 在福建平潭呢 現在有人在那裡灌耶 各位不知道誰在那裡灌 誰知道 誰在管理福建平潭 各位知道嗎 宋楚瑜 宋楚瑜啊 對啊 啊各位知道嗎 他們中國人會通知他們中國人耶 中國人的第二代 可以到福建平潭抽房子 不用錢 所以他們都在準備了 很多的跡象 各位都知道他們已經在準備了 其實我們 很多我們 可愛 天真的台灣人 都不知道 他們都一定要看到 看到中華民國的軍隊 當初不是這樣嗎 日本軍隊 那個美國 美國人叫日本的軍隊撤退 所以我們也看到日本軍隊撤退了 中華民國的軍隊進來了 看到他們才要相信 難道他們要看到中華民國的軍隊撤退了 美國的軍隊進來了 你才要相信嗎 那時候就不服了 不服什麼 不服做大佬 我們台灣民政府的大佬 他們不服了 你們是革命的先行者 你們有先見之明 所以各位今天才坐在這裡 但是革命的先行者 我們相對的 我們要付出一些努力 不要讓中華民國那些 思想荼毒教育的那些 碩士博士們 來幫你踢球 我們贏他們的 我們非常了解國際法戰爭法 而且我們很早就遵循國際法跟戰爭法 所以我們在國際法戰爭法 我們比他們專業 當然術業有專攻 沒有關係他們當政務官 以後我們會教各位 讓各位學會領導 我們要關人就好了 我們看出來說 會要教育 讓他們有正確的歷史觀 這個都需要時間 因為他們已經被騙了69年 你如果騙我們騙了69年 認賊做父了 你敢不幫他算錢 你敢不賺錢給他開 會啊 會嘛 請問一下 各位有沒有繳稅 那你不是再賺錢給他 再賺錢給他花 本土台灣人要繳稅給那個嗎 流亡政府嗎 你有聽過嗎 今天叫英國倫敦的市民 繳稅給法國流亡政府 繳稅給波蘭流亡政府 繳稅給波蘭流亡政府 他們會繳嗎 那你們為什麼要繳 不是啦 叫他們騙了啦 被他們騙了啦 所以他們是最大的詐騙集團 他們真的是最大的詐騙集團 我們也不用當兵啊 我們幹嘛要當兵 你有聽過嗎 我們是戰敗國 我們所有的男生 都是可能是美國的戰俘 我們要去替美國當兵嗎 等一下他叫我們去打 我們的日本母國 我們要去打嗎 如果今天他跟日本 還是在敵對關係 他叫我們這些人 我們這些日本台灣人 去打日本人 我們要去打嗎 那我們不是任賊作父嗎 我們再回到那個 1830年之前 我一直用1830做一個分水嶺 1830年之前 我請問一下各位 到底是誰先來台灣的 各位知道嗎 我們的郭鳳斌 郭老師裡面有講到歷史 所以各位上網 今天回去真的花一點時間 每天花一個小時 可能要花一個小時多一點 我們的網路上有非常多的資訊 郭鳳斌 郭老師在上面也有 裡面都有所有的資料 在1624年 那時候荷蘭人發現了台灣 台灣真的是一片寶島 島上全部都是梅花鹿 梅花鹿喔 台灣又可以種甘蔗 你知道那時候 在歐洲的蔗糖比黃金還貴 今天很貴 蔗糖比黃金還貴 哇 台灣真的是一個寶島 他馬上去找明朝 你想想一下 台灣禮明朝看去 他說 我可不可以來這裡跟你進貢 我想要在台灣打獵 那個鹿皮 我可以銷回去荷蘭 蔗糖我可以銷回去荷蘭 你每年要繳多少稅金給你 我繳給你 你要多少稅金我繳給你 你讓我在台灣 可以這樣子種蔗糖 烈梅花鹿 你知道明朝怎麼跟他回答 你是不是要開條件 對不對 看每年給我多少萬張鹿皮 給我多少蔗糖嘛 禁貢嘛 你今天要做貿易 等於在繳關稅一樣 那個時候在禁貢嘛 現在就是關稅嘛 繳關稅給他 你才可以出口嘛 他去找明朝 說我要繳稅給你 明朝說什麼 各位知道嗎 蛤 不用 對他說不用 正確的齁 明朝說不用 不過你不用繳我 你要繳別人 因為那不是我管的 那誰管的 日本幕府 你要繳給幕府將軍 所以他禁貢每年三萬張梅花鹿的鹿皮 禁貢給日本 存在這裡 炸回去荷蘭 所以在1624年 台灣人誰管的 這樣不知道嗎 我說的有很複雜 所以在1624年是日本管的啊 沒有幹嘛荷蘭人要禁貢給日本 可是因為那時候在1830年之前 所以還沒有戰爭法 還沒有國際法 所以那時候日本實施禁海令 日本的軍隊全部撤回去日本 誰就偷偷跑進來台灣 滿清 那滿清那時候吃美食就算他 那如果那個時候1624年就有國際法的時候 日本就算離開台灣 滿清可以進來嗎 不可以嘛 因為佔領不得宜傳主權 所以那時候滿清進來佔領了 可是日本很清楚 推薦兩本書給各位看 回去找 東大爸爸寫給我的日本近代史 東大爸爸寫給我的日本史 這是東京大學的歷史教授 他寫的日本 你要了解日本的歷史 我們現在念的都是中國的歷史 大錯特錯 聯金出版社 東大爸爸寫給我的日本近代史 東大爸爸寫給我的日本史 裡面就有提到 這裡面很清楚提到 所以在那個時候 在那個時候 1624年 日本先進來 荷蘭進來 西班牙進來 鄭成功進來 鄭成功進來 再來滿清 還給滿清 所以在那個時候 滿清可以 因為那個時候最後那個1895年 滿清那個時候是 擁有台灣的一點點 六個屯肯區 所以他才可以定一個合約 那日本會念之在之 那十六世紀就是我們 十六世紀 四五百年前就是我們 所以我們要討回來 所以他才會跟滿清 定立下官條約 所以他才會要求滿清 你永久的 因為那個時候開始已經有戰爭法了 全世界都知道 所以你要永久把台灣跟澎湖 如果割讓給我 伊勢環給我就對了 你不准再拿回去 所以他才會慢慢的進來台灣 他發覺 啊 一樣 那時候我沾的台灣 生母 當母現在也是還沒有 他才會花了50年的時間 慢慢統一整個台灣 這50年齁 台灣的高砂族真的非常的辛苦 因為他跟 他不知道說 當初日本就戰友 所以他跟日本就不斷的作戰 我們的泰雅族的長老 就有告訴過我 那時候泰雅族的 他們就在開會 因為日本的武器太精良了 他們就像猴子一樣 再會攀騰那個 那個飛來飛去 還是敵不過那個槍炮刀劍 結果最後泰雅族 勝沒多少人 他們就決定 他們開會 部族長老開會說 我們要投降 還是要跟他戰到最後 泰雅族滅族 各位現在有沒有泰雅族 有嘛 所以就知道他們最後決定說 算了 投降 不跟他們戰到最後一兵一組 所以泰雅族繼續留下來 那個時候他才統一整個台灣 那個時候他才讓台灣 擁有參政權 派三個下議院的議員 到日本去參政 所以他是整個 花了很長的時間 去統一整個台灣 所以台灣 從以前 就不是中華民國 從以前 就不是中華 就不是清朝明朝 從以前就不是 你念歷史 教科書就知道 不知道 念歷史的小說就知道 教科書都騙人了 所以像這些 各位慢慢的了解之後 你才能夠 舉一反三 觸類旁通 去跟那些 已經被 詐騙集團 騙了69年的 本土台灣人 才能去跟他們講清楚 他們才聽得懂 你很多地方你可以 下一堂課 我們潘優先 潘老師就會告訴你 這些邏輯 你會開始很清楚知道 美國現在只是要把事情做對而已 其實他從頭到尾 都沒有做對的事情 從一剛開始 讓中華民國 用兩面手法 讓中華民國 讓我們 變成中華民國國籍 那個時候開始 他就沒有讓事情 繼續對下去 我們看法理 初級班的必修教材 那裡面就有提到 他從那裡就開始 用兩面的手法 所以我們現在 讓各位清楚 這個我們的 這個主張跟我們的立場 一定要讓各位清楚 這是我們的 好 這是 戰爭史裡面 你們可以去找 講到這個 我跟各位講 你在網路上看 這是我個人的習慣 你在網路上看 你不如手上有一本書 你還可以畫重點 還可以常常去 還有機會去考竣手 各位請問一下 新台灣人買了沒 還沒買的舉手 等一下在後面 穿那個紫色衣服的 啊 戰爭史買了沒 都還沒 等一下後面在那裡 這些是你各位 以後當公務人 必備的手冊 每個人一定要有一本的 你早買 晚買你都要買 你以後要考試什麼 那裡面 你在裡面看得很清楚 你才會融會貫通 你聽每個老師講 都是在這些東西裡面出來的 你不如整個 就像看小說一樣 你現在聽我講 我只是一個影言人 我告訴你 這個小說很好看 你會不會想要把整本小說看完 會啦 所以你就要去買那個小說來看 你看戰爭史 裡面就有提到 其實 講到這個 每次講到這個 我就會覺得有點遺憾 那時候 因為日本太重視我們台灣了 所以在1945年的3月26號 5天 那個4月1號的5天前 美國 他們決定不打台灣 因為日本把 第10方面軍 關東軍 最強的軍隊 駐守在台灣 那作戰就是這樣 人家 人家軍隊最強的在這裡 我們就好 去攻他弱的地方 所以他們開始實施 美國叫做跳島戰術 就跟中華民國轉進一樣 然後名詞都好聽 我不想打台灣 因為台灣我會死傷慘重 我就說我跳島戰術 我跳過台灣 不要直接來撞台灣 不直接跟台灣戰 結果是台灣的不幸 當初如果美國來撞我們台灣就好了 死傷慘重 我們馬上會按照 這個 戰爭法 馬上按照戰爭法 台灣那時候實施 那個台灣列島 美國軍政府 就是因為他沒有打台灣 沒有打台灣 他只是派轟炸機來而已 他直接去打琉球 五天就把琉球攻佔了 攻佔琉球之後呢 1945年的4月號 就成立琉球列島美國軍政府 他完全按照戰爭法的架構 他有佔領伊拉克以後 他們有沒有馬上成立伊拉克民政府 有 現在美國不敢 他現在開始遵守國際法 但是這個以前我們的成年爛戰 六十九年爛戰 會追的人 會懂的人 也不多了 大家都以為 台灣是中華民國的 真正的法理 真正的歷史 現在都已經一直要蓋住 我們現在把它掀出來 我們一直要把它掀出來 讓全世界都知道 讓日本知道 讓美國知道 讓法國 讓英國知道 請美國 在今年 開始實施戰爭法 對台灣全島實施軍事佔領 我們希望尋琉球模式 1945年的4月1號 琉球列島美國軍事政府成立 1945年的8月20號 八重三民政府 1950年6月15號 臨時琉球諮詢委會 到1950年12月15號 琉球列島美國民政府 1951年的4月1號 琉球臨時中央政府 到這個時候 他們也花了多少時間 剛剛看1945年的4月1號 琉球列島美國軍政府 到1952年的4月1號 經過幾年 七年 對啊 他們也花了七年 我們從2006年 到現在幾年了 差不多啊 所以依照時間點來推斷 所以我們今年才非常有可能 一樣的 成立琉球政府 成立台灣政府 開始 美國軍事佔領之下的台灣民政府 各位 我們可能大概久了都忘記了 台灣不能獨立 因為台灣 這塊土地 擁有所有權人 所以台灣不能獨立 所以台灣監護 我們如果在劃台灣監護 不是劃爽的 我們要知道 我們是美國軍事政府 底下的台灣民政府 底下的台灣政府 這是有順序的 所以為什麼民進黨一直劃 我是台灣監護 我也要台灣獨立 為什麼他們都不行 因為他們沒有按照戰爭法 沒有按照國際的法理的架構 你按照法律 走到全世界都會通 所以像中華民國 他在騙也沒有辦法騙多久了 要開始讓大家知道 其實那時候聯合國 是中華民國自動退出的嗎 不是啦 他被人家踹出來的 因為那時候全世界已經承認 中華人民共和國 那中華民國在那裡幹嘛 全世界中國的唯一的合法政權 叫中華人民共和國 所以我們不承認中華民國 是一個國家 我們承認中華民國 是一個流亡政府 在台北 所以他當然會被踢蘇聯合國 所以他是一個流亡政府 他怎麼可以去參加任何國際組織 當然沒有辦法 他要參加衛生組織可以嗎 每年派人到那邊去 我要加入世界衛生組織 我們有人權 對 他們有人權 我們沒有人權嗎 我們沒有欸 美國最高法院判我們 生活在政治煉獄 我們沒有人權 我們活在水生火熱之中的政治煉獄 我們明明 我們有基本的人權 我們是日本台灣人 但是我們在全世界都沒有聲音 我們的高砂族想要去全世界介紹台灣 還要掛到泰國下面欸 他們跑到聯合國 開始去介紹 他們以為是 泰國政府發言 泰國發言完以後 就上來一個高砂族 他就開始發言 中國開始也沒有注意到 他就開始很認真的介紹台灣 中國聽一聽 他介紹怎麼會 不是泰國 他說他是泰國底下的一個原住民部落 這樣去介紹 其實在介紹台灣 還要掛到人家泰國底下 還要掛到人家泰國底下 難怪全世界 那麼多人以為台灣就是泰國 真的啊 我到國外去人家說 台灣 泰人 我說No No 泰人 台灣 我說我不是泰國 他們都以為我們是泰國 我們又這樣子 遮遮掩掩的 去介紹我們台灣 不用啦 我們現在可以到日本 到全世界到美國 我們在美國也登報紙 讓全世界知道 我們是日本台灣人 我們講的對 你就會得到掌聲 你就在做對的事情 講不對 你永遠都只是在把事情做對 所以你要開始讓你的朋友知道 我們台灣就是要這樣做 美國佔領日本琉球的模式 琉球列島美國軍政府設立沖繩民政府 公古民政府 八重山民政府 琉球列島美國民政府設立琉球政府 這是完全按照戰爭法 所以按照戰爭法的推論 在1945年的4月1號 台灣成為日本神聖不可分開領土 台灣應該要這樣子 美國軍事佔領 佔領台灣 應該成立台灣美國軍事政府 設立台灣民政府 台灣美國民政府 設立台灣民政府或台灣政府 按那個時候 為什麼 美國他沒有直接來台灣 為什麼 為什麼讓蔣介石來台灣 為什麼用麥克阿瑟第一號命令 這樣也沒有錯啦 他可以請盟軍 蔣介石大盟軍 執行代為佔領台灣 那個都沒有錯 而且那時候蔣介石很可憐 麥克阿瑟可能想說 你就對我戰這麼久了 我就先讓你來台灣 來這裡 可是他接下來倒行逆施 各位知道228事件 真正官方的人數跟真正死亡的 我們過了兩三年 台灣省政府在清查 台灣在日本時代有戶籍 到了台灣戶籍不見的這些 台灣的高級知識 那個精英分子 知識分子 少了多少人 各位知道嗎 死的死 死的死 22萬5千人 22萬5千人 他用什麼法 他齁 這裡 他說 你如果不順從中華民國 因為美國派我來的 所以呢 我佔領日本台灣 我對不順從的中國佔領軍 依照治理本土台灣人 祭出美國承認的戰爭法 最嚴厲懲罰 唯一死刑 所以那時候他就用這種方式 他來到台灣就這樣子 對我們台灣 你順從 規劃中華民國國籍 不順從 唯一死刑 用這樣子來騙我們台灣人 那時候他有在台灣成立 台灣警備總司令部 設立台灣民政府 台灣中國民政府 行政長官公署 改制台灣省政府 所以那時候為什麼李登輝說要 廢省 美國說不能廢 因為他本質上就是台灣民政府 所以 台灣民政府不能廢 那是按照戰爭法設立的架構 美國還是 一直一點一滴的 在試著 把這個事情恢復到正軌 所以現在才會要求美國 執行舊金山和平條約 我想請問一下各位 舊金山和平條約 到底現在有沒有效 有效嗎 有效嗎 有效嘛 那為什麼姚家文說無效了 為什麼 姚家文是法律的學者 他也是台灣 台灣的關係法的專家 他為什麼說舊金山和約無效了 因為跟他有厲害衝突嗎 他如果說舊金山和約有效 那個民進黨以後變什麼 中華民國民進黨 他們不是以後就不見了 人牽涉到自己的利益 就會開始這樣子睜眼說瞎話 我請問一下各位 五十幾個國家一起簽訂了 那時候因為 中國不知道是誰的 不知道是蔣介石還是毛澤東 所以中國沒有參加 五十幾個國家參加舊金山和平條約 裡面就有規定了 日本 懸空 然後把台灣的那個主權賬出來 但是有沒有指定收受國 沒有 沒有 所以舊金山和平條約 當他一定立之後 他就等同於 萬國公法 美國的憲法一樣 他到目前為止 通通都有效 他有沒有後來定立一個 廢除舊金山和平條約的法律 沒有嘛 所以 舉一個很簡單的例子 今天夫妻兩個人去結婚去戶政事務所辦登記 辦登記 會不會經過 舊金山和平條約到現在 1952年到2014年 52年了嘛 1952 48 62年 1462年了 你們結婚六十幾年了 結婚證書六十幾年了 然後突然有一天會告訴你說 結婚證書無效會不會 不會啊 你們有沒有去辦離婚 所以結婚證書一直都有效嘛 當初舊金山和平條約到現在一直都有效 到目前為止一直都有效 中國佔領當局 在1945年10月25號 依照盟軍學域分配佔領日本台灣 沒有協助 本土台灣人設立台灣民政府 所以現階段本職為台灣中國政府的台灣省政府 在戰爭法架構 他有協助台灣民政府乃至未來台灣政府設立運作佔領的責任 實現台灣地位正常化之前不得廢除 所以1952年4月28號 中國殖民政府在美國當局的認可之下 因為代理台灣美國軍政府得以繼續佔領台灣領土 基於中國佔領當局沒有設立台灣民政府 美國當局完全有立場 親自執行日本佔領台灣 依戰爭法設立台灣民政府 所以美國軍隊 如果你們6月到8月 你們真的進來了 希望你們真正開始 依照 就已經在和民條約 親自執行在日本台灣的佔領 中國佔領當局 對我們兩手策略我們已經很清楚了 順從 你就變成中國人 不順從 死 那我們現在對他們 我們也用兩手策略 我們現在政治列宇已經69年了 我們現在開始 我們暫時效忠沒有問題 他叫你暫時效忠 暫時也暫時了不久 流亡政府就是要繼續流亡就對了 我們不要做任何無謂的犧牲 不需要絕食 不需要去跟他抗爭 不需要跟他戰爭 我們連結美國跟日本 致力台灣地位正常化跟中國切割 跟中國以後 當朋友當貿易夥伴就好了 雖然他虐待我們這麼久 但是那是中華民國 不是中華人民共和國 民政當局的概念 民政當局呢 是幫助外國政府穩定台灣 所以民政當局的資源任務有三種 民事的援助 善意領土的民政當局 被佔領的民政當局 所以你會發覺 我們是美國軍事政府之下的台灣民政府 所以我們是被軍事佔領的 我們慢慢的要尋琉球模式 慢慢的成立台灣民政府 回到日本邦聯 我們才真正完成了我們的歷史定位 回到我們正確的歷史軌道 這是我們這一代的台灣人 我們下一代我們的下一代 要繼續努力的 我們就一直持續的請日本修改憲法 我們恢復到日本天皇的治下 至於將來 台灣要怎麼樣走 日本天皇 他會給我們一條路走 日本天皇都已經很明確告訴大家 他欠 他那時候欠對台灣一個交代 所以他對台灣 他有必要 真正的給台灣的一條合法的 合乎國際法的路 所以我們的旅行條約 協議或國際法發生的義務 就是民事援助 善意領土的民政當局 被佔領領土的民政當局 美軍在佔領地成立的軍事政府 他民政當局必須誤設適當的被佔領方的人士 那當然最適當就是我們的秘書長 我要跟各位講 今天台灣如果沒有秘書長 不是 我們在做教育訓練也不是在這樣 我們在講正確的事情 對的事情 如果沒有秘書長 台灣的人民 我們的下一代 根本不知道 台灣怎麼樣才能夠國際地位正常化 不是嗎 我們根本不知道 台灣怎麼樣才能夠回到國際地位 只能一天到晚喊中華民國要回到聯合國 回得去嗎 中華民國回不去 那台灣以後有沒有可能機會回到聯合國 由在日本天皇的日本邦年的架構之下 所以台灣真的 跟越南一樣 越南當初出了一個胡志明 把中國軍隊趕跑了 我們現在台灣出了一個林志誠 我們台灣的老人 我們一起來協助我們的秘書長 讓我們台灣的國際地位 早日是正常化 這樣好不好 今天分享到這裡 謝謝各位 謝謝 各位同心 下課休君 早晨金 各位同心 下課休息10分鐘 謝謝